嗨,大家好 今天要教大家一个新的Title新出的一个功能 叫做Title Connect 那这个新的功能呢 是在上个礼拜还是在上上礼拜的时候 Title它新宣布的功能 那其实它就很类似于所谓的Spotify Connect 那意思就是说像Spotify 它可以直接在它的APP里面 去控制所谓的点歌 以及音量的大小声的操作 那Title它现在也可以支援这种功能 那目前呢 大家可以看到平板画面中 这个是NAD它N10的BlueOS的界面 那它读取的是直接Title音乐资料库里面的专辑封面 那以及还有一些分类 那假如说我们要使用Title Connect的话 我们就直接进入Title的APP 那进入Title的APP之后呢 假如说我们现在随便先点一首歌 好 那我们让它先播放 那现在声音是从我平板出来 我可以把它暂停 那这时候我们就点选底下的这个专辑图案呢 它就变大 然后左上角 左下角会有一个扬声器的标志 我们就直接点选它 然后底下你就会看到有一个N10的设备 然后底下有一个很特殊的字叫做Title Connect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一点下去 那我们现在播放音乐 我们先把音量全能好 好 就会直接从N10里面播放 然后可以直接操控音量 也可以直接切换曲目 它整个操作来讲就是说 它可以直接在Title这个APP里面 去控制音量跟点选歌曲 那就是对于某些人假如说 它就只用Title这个传流音乐软体 那它就可以用它熟悉的界面去做播放 那以上就是这次Title Connect的教学 那目前它支援的机型 应该只有部分Blox的机型 那喜欢在未来都会全部支援 那如果有相关的疑问 都可以视讯我们赢家音响的 官方脸书粉丝团哦 谢谢大家